大家好 如果发现你的电脑和手机上网速度特别慢 该怎么办呢 其实网速慢的原因有很多 每个上网环境不同 导致这个慢的短板也不同 解决办法也不一样 不过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来检查导致慢的那个短板在哪里 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两个经验 供各位参考 先分享第一个判断方法 用手机或者电脑 找一个距离路由器近的地方 要避开中间的干扰 或者把电脑与路由器用网线连接 然后再打开浏览器 访问这个网址 进行测试 要注意观察三个指标 一个是聘值 聘值越低越好 下载速度越高越好 上传速度越高越好 其中这里的下载和上传 速度的单位都是Mbps 比如我用的是联通200M的光纤宽带 台式机的网卡是英特尔的9260AC 台式机距离路由器有8米左右 中间有一堵承重墙 并且台式机放在了桌子下面 信号不算太好 测试结果是 聘值三毫秒 下载速度是257兆Bps 上传是40兆Bps 这代表了这台台式机从联通的服务器上面去获取下载文件 每秒的速度是257 但是这个257要除以8等于32兆 这个32是大笔 这个测试结果只能代表当前使用的这个中端 手机或者电脑与宽带接入商服务器 也就是联通的那个服务器 它们之间的速度 这个速度也算是比较完美的速度或者是速度的上限 正常上网或者是下载游戏玩游戏的速度会小于这个速度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下载软件 就拿百度网盘来说吧 它的下载速度只有60KB每秒 如果是百度网盘的超级会员 下载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0多兆 如果不是会员 只能是每秒钟60KB 这里的短板就是远程的那台服务器 服务器给限速了 还有一个原因 如果中端设备 手机或者电脑 距离服务器比较远 而且中间的障碍物很多 再加上你的那个路由器很弱的话 手机或者电脑与路由器之间的连接速度 可能会成为短板 比如这个连接速度只有48Mbps 48除以8等于6 每秒钟复制文件的速度是6MB 大笔 这种情况下 即便开通了百度网盘的超级会员 下载速度也达不到每秒30多兆 下面再分享第二个分析判断方法 现在大部分的路由器 都是千兆级别的 手机和电脑的WiFi也是千兆级别的 网线也是千兆网线 也就是1000Mbps 复制文件的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 每秒钟100MB左右 这个是大笔 5G Wifi的连接速度 一般也可以达到866Mbps 在这个连接速度下 复制文件的速度也可以达到 每秒钟100MB左右 也就是说5G Wifi的速度 866Mbps和千兆网线的 有线连接速度 1000Mbps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的台式机的网卡 笔记本的网卡和手机也支持千兆的话 那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千兆局域网 刚才说的这些有一个环节达不到千兆 比如说网线是百兆的 或者路由器是百兆的 那这个千兆局域网就会变成一个百兆局域网 现在的宽带接入商一般都是200Mbps起步 甚至是千兆 那么这样就需要你的路由器 那个腕口蓝色的口需要支持千兆 一般比较便宜的路由器 它那个蓝口腕口都是百兆的 即便你用了200Mbps的带宽 也只能享受100Mbps的速度 现在我用的路由器是华硕的86U 它的腕口蓝色的口是千兆的 但是连通宽带的接入速度是200Mbps 是千兆速度的五分之一 那么千兆局域网的WiFi速度 基本上不会成为互联网接入的短板 那么千兆局域网一般有什么作用呢 最常见的操作就是NAS 局域网里面的网盘应用 这个网盘其实是一块硬盘 但是它有独立的电源 相当于是一台小电脑 用千兆网线把这块网盘与路由器进行连接 那么NAS网盘和路由器之间的速度就是 是一千兆BPS 理论上可以提供每秒钟 一百MB的数据传输 电脑用千兆网线连接到路由器上 首先这个路由器是一个千兆的路由器 它的LAN口也就是网线接口 都是千兆的 从NAS网盘上 获取下载一个30GB的大文件 看看复制文件的速度 这应该是最高的速度 因为电脑连接路由器 以及路由器连接NAS网盘 它们之间都是用的千兆网线连接的 网络速度会达到1000Mbps 但实际的复制速度会比这个低 那么这个低的短板是什么呢 一是路由器的性能不够 二是这个NAS网盘 它用的是机械硬盘 机械硬盘的读取和写入速度是有限制的 读取速度一般达不到这个每秒100Mbps 写入速度会更低 这时候短板就在机械硬盘这儿了 还可以让电脑用5GWiFi连接路由器 然后从NAS网盘复制文件 我用9260AC网卡复制文件的速度 可以稳定在每秒钟70Mbps左右 电脑与路由器WiFi连接的速度是866Mbps 这是台式机与路由器距离非常近的情况下得出的数据 如果距离远是达不到70Mbps的 具体是多少 要亲自测了才知道 因为复制的文件很大 需要的时间很长 也可以看一下WiFi信号的稳定性 看看是不是跳动得很厉害 如果没有NAS网盘的同学 可以尝试这么做 让台式电脑与路由器之间用千兆网线连接 然后再找一个笔记本电脑 用WiFi连接路由器 把台式机里面的它文件拖拽到笔记本里面 这时候路由器作为中转站复制文件 观察一下它们之间的复制文件的速度 看看到底是多少 关于上网速度慢该怎么解决 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了两个方法 也都是比较入门基础的方法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集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